和雲林的議論上 鄭月娥學家總統的內非過少 因爭高砂區的東南技術部長 故事議人議員的生意 就和他插隊重新起床 以下是在高砂跟萬工的 下一個北的高峰會持續去反復 同時跟這個準備出的 六十元高峻 和尚阿度高是指令到處 高峰為將所有的東西 對臨時組合部辦理性高砂 所以日度六年生態好三年 為唐新三個分配 就好欠的東西 先搬起又搬起新高砂 我覺得這裡比以前的教室空曠 然後夏天的時候不會那麼熱 也比較新 我很期待趕快搬進新校舍 因為這裡空間很大 隔音效果也很好 跟之前的校舍比環境也比較好 搬遷進度大概不到十分之一啦 然後現在每天大家的學校同仁 學生都陸續的搬遷中 我們預計希望在十八號以前 可以把它全部搬遷完畢 對這九六三年從立起 來回國小 因為高砂已經強求力 經過平庫東南城 二朗年之年十年插體飛過 這新高砂已經萬共嚴肅 四等人政府反思用接著 我們來回國小新校舍已經完全全部竣工了 那也通過驗收了 那目前我們是預計在四月二十日孝慶前 全部的師生都搬到新校舍去 今年來回國小從九六十年 同時還在建築新高砂六星 學校會在四年二十兩年空台內盤 高興反圖 希望所有交友做得準確 從下來感受來回國小全新界未來 學科新聞李星龍 雲林報導 非常非常好